好像有一些比較 嗯 嗯 比較激烈的一些 對啦 我老公來講 我們都有 其實我那時候在Monitor前面 問我老公的感受 對對對 因為在劇裡面的我的那個角色 是必須要知道裡面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就特別獲准坐到Monitor前面 對啊 他是全程看完我們兩個在 對 稍後我看了 哇 我覺得我比裡面的兩個人還緊張 不是我在那邊 一方面我替他也 我就很刺激 非常刺激 就是也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種感覺 中華電信MOD 以及Hummy Video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國藝 我是小翰 我在裡面是你的角色叫黃明秋 然後就是一個出生於 這太多太detail 不得那麼detail是不是 OKOK好那就黃明秋結束 要嘛給你 要嘛就什麼都不給 對 好好啦 很極端那樣的 對 我們兩個關係就是 是 夫妻關係 是 對 但是是蠻特殊的 看小翰在戲裡面的關係 就好像是一隻 被收養的流浪狗 因為小翰的 在劇中 又講太多了 家境是比較富裕一點的 那我曾經是一個 對未來完全迷惘沒有希望的人 他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然後收留了我 然後我就入贅了他們家 原本我沒有覺得自己是流浪狗 他沿著沿著 我就真的覺得我是一隻流浪狗 那牠是疼惜你的嗎 你是疼惜我的嗎 嗯 心裡面對牠是有一些 特殊的憐憫 但是我其實都沒有表現出來 到最後可能會有一些端倪這樣子 就不能透露太多 對因為我們有交換一個非常大的秘密 在劇裡面 對 所以我們才會成為夫妻啦 但是這是一個開端 那個秘密是一個開端 這樣 都不簡單 都不簡單 小孩很常開業 不會啊 其實不太會 對 所以也有行前上課 那現在台語自我介紹的時候可以嗎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我告訴你囉 請問 大家好 我是 很舒服 很舒服 在這裡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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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大家 心愉快囉 好問路中來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因為太簡單了 大家為了這個語言在這方面 在這部戲真的都是 就是 吃足了苦頭跟下了很多苦心 好像有一些比較 激烈的一些 我老公來講 我們都有 其實我那時候在monitor前面看 問問老公的感受 對對對 因為在劇裡面的我的那個角色 是必須要知道裡面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就特別獲准做到monitor前面 對啊 他是全程看完我們兩個在 對 我看了 我覺得我比裡面的兩個人還緊張 對 不是我在那邊 一方面我替他也 我覺得很刺激 非常刺激 就是 也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其實保護措施做得非常好 就是 在 知道有親密系之前 然後我們是層層 層層的 保護 然後很多膠帶啊 各種黏貼在身上 就是我覺得在保護措施做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 一上場 就不會去想那麼多了 對 所以我覺得當下是非常放心 而且就是有親場 走戲的時候知道我們大概會怎樣 譬如說 你上我下 然後等一下可能會翻過來 這是一個 大概會知道 可是實際操作之後 會有很多很多 突然想要加的東西 當然不是 不是我 我是一個被動者 我們要開始之前 他也是那種 就會有點 他會跟我說不好意思 就是可能 等一下要 那個 待會要 幫你 對 待會要料理一下 你要心理準備一下 是 也是我第一次飾演 反派這樣子的角度 我記得我那陣子 生活作息都非常健康 吃的也健康 運動健身 然後 十點就馬上去睡覺 就是很專心的 在那幾個月當中這樣 我現在有時候自己看預告 我很開心的是我自己 好像也有點 認不得上面那個人了 我覺得 就是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那小韓這一次咧 被說作風很大膽啊 然後跟你本人是不是有點 像嗎 啊 像嗎 你受這個形象嗎 我不是 我其實本人是害羞的 雖然他是獅子座 但他其實是 嗯 小貓咪的獅子座 我其實不是作風很大膽的 嗯 雖然說好像看起來 我又拍什麼內衣廣告之類 但其實完全不是 我在台灣是幾乎不會穿泳裝 出現在台灣 就是 對其實我是很害羞 所以 對我來說這個也是一個豁出去的 而且我家人 她到底知道了沒 我跟你講 這陣子 因為已經開始宣傳了 有報導了 我外婆前幾天拿這個報紙給我看 嗯 因為報紙已經寫出來了 寫出什麼床戲 然後我跟世元先生那一張 我外婆就拿給我看 她拿我眼前 沒有她就很冷淡的這樣拿給我看 她就走掉了 拿在我眼前 她說你看看這個 然後她就走掉了 不講話比講話更可怕 對 怎麼辦 然後我就 沒有我就裝死啊 只能請外婆2月17號 每週 順便置入宣播出時間 記得準時收看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很棒的作品 值得嗎 對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相信 因為我覺得外婆還看到的是一個 就是劇照 是一個很片段的東西 我相信等她看完整部戲 她會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對所以我不擔心 是一回合的 vocal歌 沒有人種人 界外界人 這個人也是 林丹先生 劉順 甚麼是 是 魔生君的 夫人嗎 這部是 家內人的 住院 怎麼叫 離婚 下方 了解 你會是 谁能懂 你也让我闭嘴了 我喜欢 我只会有你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听他们的谈什么吗 结婚了 我们一起去日本 我会回来 我感冒狗的 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去吧 看上去 别再送了 有什么事 过了几天之后 你可以帮他回来 我过来 我会放过去 我就会想 你感谢 你还想好 你别再送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